刘备打野 四局之前先篮开为主啊 当然有的人喜欢红开啊 这个是根据个人的一个打法来的啊 现在我们这局的话是篮开抓下路的对面射手 同样的也是为了帮助一手黄中 因为这把的话再怎么说 我们前期是看我们刘备啊 因为刘备是不能去打后期的 所以我们还是以黄中为首效目标去打的啊 当然自身的话也要把这个节奏带出来 你打野的话 伤害肯定是要拉满 必须要压制在地面射手 压制在地面打野之上 现在我们把红buff拿下 对于红buff留位是非常急缺的啊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做一手鞋子 因为下路下路已经崩盘了 没想到这么惨吗 我们这边直接过去 这个时候过去已经晚了 没办法呀 这队友没有等我 他就直接开团 应该是被对面啊 强行开了一波 所以直接炸崩了 还好黄中没有凉啊 只是 挂了一个辅助 那还好 我们现在朝里啊 这边墨子还有想法呀 好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可以给他拦下来啊 这边我们绕了一圈啊 没折呀 知道吧 先上去挨他两下 他反手给我一手控制啊 这波怪我 我不应该走墙这边绕过去的啊 应该直线之 追他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 现在我们把兵线清理掉 漂亮 这波打起来的真的是突然啊 从后面把这个墨子干掉了啊 现在的话 我们来到对面 这个这里的话还不能呆啊 先撤吧 我靠 这波的话不会被安琪拉干掉吧 幸好还有一丝的血量 其实我还有个大招 这波还是不能打 其实我有大招我也不敢啊 算了 太大招吧 再不开的话 要被二技能 安琪拉二技能卷死 我先回塔后面吃一口呀 接下来中路交给打几接管 哎 我卡 我就离开了一会儿 我家的野区就被对面打野偷了呀 不带这么阴险的吧 好 现在嗯 既然蓝区没了的话 我们就刷自家红区吧 没辙呀 好 下路的话打的也还挺顺利啊 王中配姚妹啊 别看姚妹像是混子 但是他那个护盾和技能的恶心程度啊 非常强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红buff拿下啊 这个打几的话 很明显去支援的时候被抓了啊 现在下路这边 我们看看能不能去搞他一手啊 现在我们把这个小鸡收下来 下路的话 这个墨子 我们得想办法去搞他一手啊 墨子有点烦 李元芳也在这里 他二技能用过了 所以他现在没有位移技能 我们从后面直接撞过去 秒杀这个鲁 李元芳 对面中路安琪拉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安排他一手啊 呃 对面看看有没有野区 有哎 下面还有个墨子 墨子的话在 塔里啊 很猥琐的守着啊 这波的话 我们肯定要强行跃塔的 等兵线进去啊 墨子的话还在后面直接撞过去 把他秒杀 现在呢 我身上快没蓝了呀 所以推塔的话就交给射手了 我也没办法帮他推 呃 没事的话去刷一刷这个小野区 接下来 呃 这个对面李元芳又在这里啊 这波肯 肯定帮不上什么忙呀啊 穿山甲一打的话 我们肯定要回自家野区啊 这边有一个中路有河线 呃 我们可以去打 我靠 碰到这个开船的啊 这波就有点尴尬了啊 我还是以清理兵线为目的吧 先出去把兵线清理掉啊 其实这个河线我也很想抢的 待会的话 我靠完了 哎 打几给 哇啥 没大招 没蓝 好可恶啊 最尴尬的就是如此 这个时候我们先去一趟中路 按其他反手放一个二技能接大招啊 你以为能控到我呀 往后撤一下啊 这波的话 我先回家拿一个蓝buff 然后我们可以去对面红去看一看啊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把对面野区给他刷干净啊 刘备的话在于就是控野嘛 有的时候 非不得已就去对面野区偷一头嘛 对啊 对面这个野区基本上刷完了啊 这边还有一手小野猪 那肯定我直接拿下啊 对面红buff刚好也刷新 但是我的位置很明显已经暴露了啊 我我这个时候还想过去抢一手啊 因为对面打野的话里面啊 不对 打野的话 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啊 我们这个时候先去把 呃 成绩一放啊 这个时候我们绕到后面啊 先我靠子弹怎么打到铝布身上去了 这波完蛋了 想要打好这个游戏再怎么说啊 出装和明文是一方面 然后意是一方面 但其他的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设置一定要调好 就像我刚才 啊 莫名其妙子弹就打到别的神人人身上去了 原本是可以秒一个的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开船再终结掉啊 对面船夫的话还是有点东西的啊 只要趁我不在 他就往我野区偷啊 把我野区基本上前击给他偷的啊 一个不胜啊 太无耻了啊 我们现在在这里等一手蓝buff啊 蓝buff出来的话 我们赶紧给他秒掉啊 秒掉之后 家里这个红区 我们给他 其实可以去刷他一手的 但是中路这边刚好有兵线啊 推塔的话事情要赶快啊 但是对面刚才打野不是凉了吗 所以我们直接 冲到他的野区啊 把他蓝buff迅速拿完 拿完之后对面打野才刚复我开船直接冲上来 但是我们这一手人多好 好 他是这居然敢直接撞上来啊 你找死哦 往后撤一下吧 现在我这波我们不能往上面打呀 按其他反手啊 扔个二技能 我虽然有大招 但是我也怕被对面直接秒杀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去搞一下对面的红区 红区的话肯定是啊 全是野 红buff也在那里 但是我还是为了队友的经济更好的发展 我们还是选择去开龙的啊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小鸡拿下 然后家里这边红buff直接收下来就是了 对面红区这个时候再去的话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对面打野肯定已经拿走了 中路有个项羽在草里 我们从这里直接过去啊 是也让给对面啊 我们给他一所远程消耗一下就可以啊 但是磨耗不了多少血量啊 这波我们其实就想来中路趁一波线的啊 没想到对面居然强攻中路 那就不客气了 这波我们直接把对面炸了吧 往后撤一下啊 这个时候啊 队友已经冲上去了 其实我们这一波的话跟对面 也还算是赚的吧 因为我们就损失一个 而对面损失两个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而言肯定是稳赚不赔 相对而言虽然就丢一个中塔 但是从实际上而言是不亏的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蓝buff拿下 适当的刷一刷野区 去抓人带节奏的同时 刘备一定要刷野 因为刘备的主要优势在于什么呢 在于能扛能打啊 其次而言就是在于经济上的全部压制就是这样 如果刘备经济跟人家平等的话 那很明显不太好打 知道吧 刘备在于的就是反野啊 空野 然后就是经济压制去打别人 同等经济下还是不好打的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一手中路兵线清理掉 这波其实可以上去打开起大招 空一手啊 向于反推一个大招 不好意思啊 后面还有一个开船的 我们上去把这个船夫秒掉啊 打击 终归还是牺牲了 现在该中路黄中表演了 黄中的话直接冲上去跟人家搞 好 现在我们把自家的野区给他清理清理啊 这个时候想要去继续往上面推的话 还是要等一手兵线 兵线还在中路 漂亮啊 有姚妹去在黄中头上还是挺舒服的 黄中的话起码就可以啊 往上面直接冲啊 有姚妹护盾啊 护盾的话 直接给到满 现在我们把这个下路兵线清理掉 然后这边穿山甲直接拿下来 好 这个蓝区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光顾一手啊 把这个野区给他清理清理 接着呢 我们绕到中路这里 其他反手放一个二级呢 我们往后撤一下 接下来我们去一趟红区 红区的话啊 红爸爸他刚打完 那这波肯定是哎 你居然不溜 那你不好意思 你这个时候只能留在那里了啊 我以为这个船夫的话 他直接开船溜掉啊 我只肯定反手的大招 我刚好空到 往后撤一下啊 这波我没写 我靠这个项羽大招 首先呢 安心的刷一波自家的野区啊 这个时候 我们家的队友在对面红区那边已经压着对面啊 这个蓝buff很明显啊 打几我不可能 过靠居然被他抢走了 哎 算了 我也没心思跟他抢 因为对面这里还有一个蓝buff 如果要跟打几抢的话 我直接甩一手惩戒就可以了 但是没有必要啊 这个时候打几你如果再要 那就不客气了啊 现在我们把这个野区给他清理掉 然后队友在前面压着啊 黄中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吧 毕竟我们这边还是 以人数的优势去压倒对面 对面开船的冲了上去啊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在后方稳定好 一定要把这个龙开完 即使我们这个时候队友已经崩盘了啊 对面船夫的话 只要一开 这个黄中基本上就要凉凉 除非有人挡在这个人前面 这边龙开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了 中路还是不太好打 对面有可能这个时候在开龙 我们从这里直接过去啊 果然如此 我们直接过来抢 他这波就想拿下来 是吧 我不就是不给你 我们就在这里卡着他 然后开大招不是吧 安齐拉这个法师还是一如既往的猛啊 他这个大招伤害是真的深不可测啊 对面开船的直接上来开团 我们从后面绕过去啊 下面这几个 我们先不要着急打 先把对面cv干掉啊 然后从这边直接绕过去 开起大招免控啊 上去的话 把这个船夫干掉 接下来就是这个莫子了啊 接下来一个一个的解决 只要对面射手一凉的话 其他的不足为惧 安齐拉这个时候已经慌了啊 反手丢大丢大招 其实没有控到人啊 我们这个时候啊 三杀已经拿下 对面的话应该只剩下一个手子 一个的话 一个项羽 一个项羽的话 他想五杀吗 不可能啊 我们这边直接转过去 把他秒杀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 冰线已经进到这个水晶里 我们把这个旁边的冰线清理掉啊 接下来是一波的事情了 对面 就一个鲁原发复活 一个鲁原发复活 我们直接啊 二几点转过去 把他秒了就可以了 NICE啊 这局的话就这样赢了 可以的 刘备这个英雄 他主要的就是把节奏带起来啊 比经济上一加值 明显 这个时候随局王者晋级赛 恭喜恭喜了啊